各位早上好 欢迎大乘 2022年11月12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称子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外交部在11号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分别前往印尼和泰国 出席20国际团峰会 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天表示 中方支持印尼20国际团峰会的主席国工作 希望各方凝聚共识推进合作 同时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亚太经济合作的高度重视 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 赴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应泰王国总理巴厘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9日 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一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美国总统拜登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阿根廷总统 菲尔南德斯等多国领导人 举行双变会见 赵立坚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纪疫情反复跌宕 世界经济出现下行 全球发展事业面临挑战 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应加强团结合作 协调宏观经济政策 携手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包容和平衡增长 中方支持印尼主席国工作 希望各方围绕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主题 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 凝聚共识 推荐合作 中方期待同印尼 以共建命运共同体为同龄 深化高水平 战略互信 密切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结出更多硕果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 贡献正能量 另外赵立坚说 中方期待各方秉持亚太命运 共同体理念 坚持亚太经合组织合作出新 深化团结合作 推进落实2040年 亚太经合组织 布特拉加亚愿景 为亚太至全球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推动此次会议 取得积极成果 往访泰国期间 新民主席将同泰国总理巴育 举行正式会谈 中方期待同泰方 以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和地区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泰国外交部在11号 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议程及相关信息的发布会 目前已经确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携夫人彭丽媛 将于17号到19号 出席会议并且访问泰国 由此包括东道主泰国在内 共有15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 将亲自参会 以开放连接平衡为主题的 2022年亚太经济组织系列会议 将于14号到19号 在曼谷失利及王后 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泰国外交部国际经济事务司司长 在11号的会前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21个亚太经济组织成员经济体中 共有15位领导人 将亲自出席18号到19号的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另外6个成员经济体 将由领导人代表参会 美国会 米KJD会yopling 而秘鲁将由副总统墨西哥将由驻泰国大使代表参会 同时本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分两天进行 首日领导人将聚焦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前中后期的挑战 发展生物循环绿色即BCG经济 和推动实现亚太经合组织2040年不成愿景 第二天将重点讨论可持续贸易和投资一批 leaders who focus more on the subject of sustaina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as we all know AJPEC was founded on the concept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发布会也公布 今年的亚太金河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将于16号到18号以非公开形式举办 会上将有来自众多世界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者 发表演讲参与研讨 议题将涉及创新经济数字化 后疫情时代的健保和粮食安全等热点议题 本次APAC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系列会议 预期将会通过三个重要文件 分别是部长会议联合声明 BCG经济曼谷目标和领导人宣言 凤凰卫视力王王道泰国曼谷报道 另外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11号表示 总统普京决定不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 是由于其日常安排 以及留在俄罗斯的需要 科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这是国家元首的决定 普京也不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 与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发表视频讲话 科工此前就宣布 外长拉夫罗夫将会率领代表团到印尼 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 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阿布科夫在11号表示 拉夫罗夫目前没有议程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再来关注到俄乌局势 乌克兰南部重镇赫尔松市的争夺战暂告了一段落 乌军部队11号开入当地收复数十处定居点 而俄军就宣布完全撤出在赫尔松市的三万多部队 同时在蒂涅伯河的左岸建立起防御攻势 与乌军隔阂对峙 克里姆林肯发言人表示 赫尔松州仍然属于俄罗斯联邦主体 不会有任何改变 而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赫尔松市的民众在室内各处高举乌克兰国旗 当地的警察总部也换上乌克兰国旗 大批民众聚集在街上欢呼庆祝 一批乌军手持过旗开入室内 大批民众家道欢迎 标志着乌克兰正式收复这个 今年三月就已沦陷的南部中阵 俄军是在莫斯科时间11号清晨5时 完成撤出赫尔松市 其间曾重创追击的乌军 目前在蒂涅伯河的左岸建立起防御攻势 与乌军隔阂对峙 俄国防部表示一共撤走了3万多名俄军 5000多个装备级物资 没有留下任何物资 不过乌军就在赫尔松市 以北20公里一条村庄的货舱内 发现大批俄军的榴弹炮及弹药 乌军并声称 有大批俄军因为来不及撤走 要有水渡过迪涅伯河 期间多人溺斃 也有人改换平民服装掩人耳目 乌军呼吁这些士兵尽快投降 另外俄军撤走时 破坏了赫尔松市的主要堤坝 为了阻止乌军推进 又炸毁了多条桥梁 包括附近唯一一条通往迪涅伯河所案的 安多诺夫斯基大桥 大桥的桥身完全断开 乌军并指责俄军在赫尔松市周围 埋下数以千计的地雷 赫尔松市官复的消息传出后 大批乌克兰民众 涌到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庆祝 总统泽林斯基形容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目前的主要任务 是清理俄军埋下的地雷 国民警卫军也会紧随士兵开入当地维持秩序 他又说自从八月转入反攻以来 已收复南部超过四十个城镇及乡村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否认吹出赫尔松市是丢面子 他强调赫尔松州仍然是 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法律地位 不会有任何改变 而且由于乌克兰无意谈判停火 国军的特别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 复活卫戏综合报道 好 下一节带您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第25届东盟中国十加一会议 11号下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 东盟十国领导人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同出席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东盟双边经贸增长超出预料前景巨大 他也强调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要照顾各方关切 坚决维护和促进国际法以及产业链稳定 柬埔寨首相红森主持东盟与中国十加一对话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开场致辞中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和东盟启动对话 之后就一直携手同行 尤其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在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 双方合力建成全球最大自贸区 通过开放和联动令双边贸易在新冠疫情的冲击 以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仍逆势上涨 在今年前十个月我们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7,984亿美金 同比增长了13,98% 我们共同推进了RCEP的签署实施 合力建设全球最大的自贸区 中国开放联动 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前景十分广泛 另外中国和东盟一直通过协商对话 妥善解决和管控分歧 李克强说 双方有远远大于两国间分歧的合作动力 并有能力和智慧最终把合作的利益拓展更开 把合作的成果拓展更大 今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 李克强也说 今年他是因为这份宣言在20年中维护了南海的和平业稳定 他强调要坚持这一原则来积极地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尊重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和国际产业链的稳定 我们正在磋商COC 在磋商过程当中 我们照顾各方的关切 但是也坚决地维护和促进国际法 尊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支持啊 依据包括公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内的国际法原则 来妥善处理南海出现的一些问题 来保证我们这个共同的家园是和平的 是安宁的 是有利于啊 整个地区和国际产业链 稳定的 柬埔寨首相洪森也表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加强地区和世界繁荣 具有重要的贡献 同时他强调 东盟和中国的合作已经开启新的机缘 凤凰卫视 胡林王磊赵伟 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11号上午 在金边王宫 会见了柬埔寨国王希哈莫尼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 对希哈莫尼国王的亲切问候 以及中方对莫尼列太后的良好祝愿 李克强表示 中方高度赞赏简王室 为传承中简友好 做出的积极贡献 愿为简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李克强指出 他此次访简取得积极成果 在即将举行的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 中方期待同与会各方 聚焦维护和平稳定 促进经济增长 开展建设性对话 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对外发出东亚国家团结协作 共谋发展 共赢挑战的积极信号 希哈莫尼 请李克强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 热烈欢迎李克强率团访简 表示 莫尼列太后和他非常珍视同中方的友谊 简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简中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1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李克强表示 中心是近邻 双方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 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新方密切高层交往和各层级交流 深化重点领域合作 提升双方合作水平 他指出 新加坡是中国的重要外资来源国 双边贸易额有望实现新的突破 希望双方早日达成 自贸协定升级后续谈判 共同落实好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规划 打造双边合作旗舰项目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畅通 中方愿与包括新方在内的 东盟国家一道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推动中国东盟关系 持续稳定发展 李显龙表示 面对新形势 新方愿同中方 用好两国合作平台 深化各领域合作 新方欢迎中方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支持中方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凤华卫视中央报道 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 11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 东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全部出席 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首相洪森 在致开幕词当中表示 东盟已经基本克服新冠疫情的威胁 各成员国都将实现经济正增长 而当天会议还宣布 原则上接纳东帝问 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 共同行动应对挑战 时隔两年 东盟系列峰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恢复线下会议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金边索卡酒店 欢迎与会的东盟各国领导人 除了缅甸外 这次一共是有东盟9国领导齐聚 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泰国 文莱 柬埔寨 老挝 越南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致辞中 首先宣布 东盟已经克服了新冠疫情 这一全球性威胁 并恢复社会经济活动 他并给出数据 在2022年和2023年 预计东盟整体将分别实现 5.3%和4.9%的经济增长 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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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性和集团 是最重要的 为我们的地方 能够保持 和保持 在什么将来 今年是东盟成立55周年 洪森表示 东盟各国携手致力于实现最终目标 那就是一个和平 现代化 弹性包容的东盟共同体 这次峰会期间 将发表东盟成立55周年声明 以及东盟共同应对挑战的 愿景声明 洪森也表示 尽管目前东盟正朝着 可持续增长方向发展 但也应始终保持警惕 他形容现在正处于最不确定时刻 东盟及世界社会经济形势仍然脆弱 就强调合作和建设性贡献的精神 应该在这次峰会讨论中处于优先位置 当天 东盟国家领导人还在峰会上宣布 接纳东地问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 并正式授予观察国身份 东盟领导人也同意 所有东盟成员国和外部伙伴 将通过支援东地问的能力建设 以及其他必要和相关支持 全力支持东地问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 柬埔寨方面表示 约会各方计划批准有关东盟区域内 以及东盟与伙伴国在诸多领域的 100多份文件 另外东盟还将与美国和印度 分别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12号 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 另外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柬埔寨首相洪森 合作条约协议书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赵伟 金边报道 好 下一节带您关注两岸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在11号发布通知 公布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 当天北京市广东省 海南省等地相继做出调整部署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在出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电视电话会议时强调 要把各项优化措施操作好 20条优化措施不是放松 更不是躺平 孙春兰强调要坚定不移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定不移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 坚定不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确保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孙春兰指出 20条优化措施是对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完善 基于对病毒变异和传播规律的把握 和近三年来各地防控经验的总结 是符合国情更加科学精准的举措 要加快重点地区疫情处置 做好群众服务保障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要落实四早要求 规范核酸检测 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和健康监测 整治层层加码 一刀切 减少因疫情给群众带来的不便 在20条措施发布当天 多个省市部署调整防疫措施 北京广东召开省级常委会会议部署 广州三亚推出新的防疫措施 包括即日起调整密切接触者 和入境人员的隔离期限 以及不再甄别密接的密接 对目前在隔的次密接者解除隔离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委书记新闻发言人张周斌表示 广州会更善用有限资源 更好对疫情进行防控 不再甄别密接的密接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次密 这个对于我们当前的疫情防控处置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甄别密接的密接 也就是次密 也需要消耗我们的很多流调的资源 去进行一个甄别识别 那么通过这种不再甄别次密的话 我们就可以集中我们有限的流调资源 更聚焦于感染者的流调 还有密接的甄别 可以让我们的防控措施更加的精准 更加的有效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不再甄别次密的话 那么原来需要对次密进行 健康管理的一些社区管理的一些资源 也可以更好地调整到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疫情防控工作当中 因此呢 我认为这一点呢 对我们的疫情防控是有利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的实证报告中提及 香港特区政府将在今年之内推出青年发展蓝图 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会在政务司司长的协助之下 整合特区政府各个部门有关青年的政策 吸纳在蓝图当中 另外未来在香港18区都会分别成立两个委员会 容许青年自建参与社区事务 那我们看到这份实证报告呢 一共分为九个章节 有关青年方面的政策呢 是在第七章 那占了整整一章 但是也有人说呢 这份报告当中青年不是重点 有关房屋还有抢人才的政策才是 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其实呢 整个施政报告呢 都是我们特区政府特首的整个施政蓝图 其实每一份都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呢 清明的工作呢 特别是独立成章 所以里面呢 其实里面不同的内容呢 都是同样重要的 好像其实呢 青年兴实香港兴 这个就不单止是特区政府的 我们施政的重点呢 也都是呢 习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里面 特别提出来的 在今年 新一届特区政府进行架构重组调整后 将原先的民政事务局和青年事务合并 成立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麦美娟在被委任为明清局局长之前 就一直投身地区及公共事务 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工联会副会长等职务 他坦言 香港18区都设有民政事务处 未来会在地区层面 开放自建名额 让青年参与社会事务 培养新一代的主人翁意识 对于市政报告也提及将在今年内推出 首个版本的青年发展蓝图 麦美娟表示 当局至今已举办超过80场的青年咨询活动 未来会将特区政府各部门的相关措施 和青年诉求整合在一起 现在的蓝图 我们就有政务司司长 就协助我们联络和协调各个政策局 我们协调每一个局 在青年工作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然后这些政策措施 都会包含在我们的发展蓝图里面 就大家一起去协调推进 特区政府 整个特区政府的青年工作 有关青年的居住问题 麦美娟回应 在报告中提到的扩大青年宿舍计划 包括资助非政府机构 租用合适酒店旅馆转座青年宿舍 以市价六成租给青年 而这项计划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参与的青年也需以社会服务的形式 回馈社会 如果那些年轻人 他们懂得在唱歌方面 或者跳舞方面 或者在用乐器方面 是有这些知识的 他可以协助一些 比如基层的儿童 家庭的儿童 去免费去教导他们 又或者我们其实都听过 那些年轻人说 他们是喜欢剪头发的 那他可以协助长者去做意识 但是那个目标就是 当我们协助他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之后 他都可以回馈社会 有那种主人用的仪式 麦美娟也提及报告中指出 将推出更多首制项目计划 协助青年置业 他说过去申请购买首制单位的超过八成 都是40岁或以下的青年 希望未来找到更多适合的发展项目 以首制形式推出 富翁卫视 吴星纯香港报道 好 下期回来 还有更多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带您看到 德国科隆市在11号开始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数以千计的狂欢者身着各色鲜艳服饰 在街头再歌再舞 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与 跟随着庆典道具时牌上跳动的数字 身着五彩服饰 脸上涂抹着各色图案的狂欢者 聚集在德国科隆市中心的广场上 在漫天彩带中 随着现场音乐翩翩起舞 敬请歌唱 一同庆祝狂欢季的到来 一年一度的德国科隆狂欢节 是德国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狂欢节 根据传统 庆典活动通常从当地时间 11月11号的11点开始 直至次年复活节前的 盛会星期三 历时三个多月 尽管在过去的两年 狂欢节曾因德国新冠疫情的爆发 而引发过争议 去年更有部分庆典因而取消 但今年德国已完全解除防疫限制 尽管欧洲当下生活成本飞涨 民众还是决心享受当下的狂欢氛围 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第106届全国糖酒会 10号到12号在成都举办 时隔87年 茅台1935重回故里 一系列探寻文化之旅系列活动 圆满收官 本季全国糖酒会 首次以一城双管形式举办 设九大展区 十五大专区 来自中国 法国 比利时 美国等超过五千家 国内外知名食品和酒类企业参展 以此为契机 茅台1935 日前与烟火成都重逢 展开一场文化探寻之旅 喜相逢茅台1935晚会 在一起集聚属地特色的四川评书 川前商道中拉开戏幕 长期以来 四川产盐 贵州产酒 盐帮酒商从四川运出盐巴 从贵州运回美酒 久而久之 川前两地走出了一条 贯通彼此的川前古道 茅台集团副总经理 高山介绍 茅台1935 于1935年诞生于成都 此次便是寻历史而来 高山表示 1935是一个年份 铭刻着茅台人 实业报国的努力与成绩 87年后 1935年是一种荣耀 注入了茅台人 匠心不改的传承与创美 正在举办的全国糖酒会 则诠释出茅台1935的 另一份文化基因 喜 国内外嘉宾奇聚荣成 举杯庆贺 共同品味与茅台1935的相逢之喜 不仅如此 从节气到节日 从金榜提名的人生四大喜 到人生八喜 都会有茅台1935的身影出现 茅台酱香酒副总经理 陈宗强表示 喜逢茅台1935 希望以厚重文化和卓越品质 践行茅台始至不渝 酿造高品质生活的不变初心 以茅台之光和独特之美 与同价格带 同消费属性的产品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更希望以欢庆之色和幸福之资 走进千家万户 共赴美好未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美股数据 美股在周五收高 三大股指延续前一天的涨势 科技股领涨 市场继续评估 10月CPI数据 显示通胀降温 对于美联储未来政策的影响 来看具体数字 道琼斯更月指数 收爆33747点 涨32点 涨幅是0.1% 纳斯达克指数 收爆11323点 涨209点 涨幅是1.88% 标普500指数 收爆3992点 涨36点 涨幅是0.92% 详情我们来看 祝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五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 早是开盘时 是涨跌互建的格局 但是收盘时 还是都以上升作收 其中标普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升幅是比较亮丽 标普500指数 在过去这个星期 升幅是达到5% 走出6月份以来的 最好的单周升幅 尽管是数码货币市场 发生大地震 压抑投资人的冒险心态 但是资金还是流入了一些表现 比较好的大型科技 极有股 其中特斯拉 英伟达 苹果公司 芝麻表公司 亚马逊 还有脸书 都是升幅亮丽 所以推升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在星期五表现超越于 传统工业股和 道青斯平均工业指数 另外在赌场行业 在星期五也有个别大型股 表现相当的亮丽 生物分别在6%到8% 主要是收获于中国疫情 风控可能会温和的 有调整 所以投资人认为 这些行业可能会受惠 另外中国的中概股 包括京东 还有拼多多 阿里巴巴 也都是在星期五分别 受到投资人的追捧 但是有些人认为 现在仍然还是熊市的一个时期 所以尽管出现反弹 也不排除 还会出现重挫 所以让投资人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还会在经济增长 和节日销售面临的 顶头风的情况下 股票市场出现大幅负面的盘整 那么今天星期五的时候 债券市场是休息一天 而石油价格是上升2.80% 是88块9毛钱一桶作收 黄金是上升0.92% 1769.80美元一盎司作收 以上是星期五情况 凤红一只旁者纽约报道 由于能源价格高涨和木材的短缺 德国森林当中的木材偷盗行为 屡见不鲜 德国林业局正在采取控制措施来应对 但是林长竹也报告说 仍然在发现越来越多的 木材盗窃行为 欧洲深陷能源困局 对俄罗斯能源极度依赖的德国 自然也不例外 能源价格飙升 也使得作为传统取暖材料的木材 需求量大增 价格也水涨船高 在2021年 一粒方米木材的价格为60至70欧元 而目前木材商的报价高达200欧元 但依然供不应求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 在网络上还有私下售卖的渠道 价格则更高 这也导致在德国出现木材盗窃 造成了数百万欧元的损失 这些木材的木材 这些木材的木材 在德国有大约10%的家庭仍然在使用木材取暖 德国森林面积广阔 三分之一的土地有森林覆盖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四人拥有的 三分之一是国有的 如今由于木材售价飙升 职业的木材窃贼在森林里偷盗数量巨大的木材 而在德国偷盗木材属于刑事犯罪 刑罚已较重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种偷木材的盗贼呢 他们会在这个木材上标记一些数字和字母 那这样他们可以分工合作 然后一部分的盗贼砍伐树木 然后另一部分的盗贼看到这些树木之后呢 就会把这些树木运走 德国政府在近日有出台了新的救助计划 并对电价和天然气价格设定了上限 但与此同时 德国经济机构预测 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继续保持高位 在年底将达到量位数 德国政府目前在讨论 是否要提高特定人群的拿税额度 但这是否能在明年春天之前 让德国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获得有效支持 有关专家持怀疑态度 美国总统拜登11号飞抵埃及 沙姆沙伊赫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空约第27次地约方大会 期间会见了埃及总统赛希 拜登当天呈专机 飞抵沙姆沙伊赫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并致辞 他指出在俄乌冲突不息 能源粮食危机加剧 全球通胀飙升的背景下 各国急需加倍履行气候承诺 拜登为前任特朗普 推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而道歉 表示华盛顿现在正履行协议责任 以在2030年前达成温氏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 拜登今年8月签署的降低通胀法案中 承诺在未来10年 设置375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 拜登坦诚美国是史上最大的温氏气体排放国 而他的政府正以实际行动而非决词 来履行抗击全球暖化的承诺 在他演讲期间 有四名示威者高举 卸有人民货燃料的横幅 用尖叫声打断了拜登的讲话 而拜登在大会见戏 还会见埃及总统赛西 双方商讨了尾巴冲突地区安全 人权等议题 并就巩固美埃双边关系达成一致 拜登当晚就结束埃及一日行程 成专机飞往柬埔寨 出席东盟系列峰会 其后将转赴印尼 出席20国集团峰会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结束 计票仍在继续当中 而和以往相比 中国是这一届中期选举的热门议题 但是就目前情势来看 反华牌似乎正在失效 来看我们的盘点 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瑞安 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大打中国牌 他频繁将矛头对准州内的中国工厂 在竞选中多次指责 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 将美国国内高通胀 引发的物价飙升也归咎于中国 在早前发布的一则竞选视频中 他更是火力全开 中国 一定是中国 一句话 中国 这是我们对中国 中国赢了 工作人员赢了 工作人员赢了 这是我们对他们 主义对共产党 不过俄亥俄州的选民并不买账 瑞安最终败给了他的共和党对手 律师兼作家范思 除了俄亥俄州 在宾夕法尼亚州 类似的案例在共和党参议员 提名初选中已初见端倪 参选的电视明星奥兹医生 将对手前财政部副部长兼商人 麦考密克过去同中国的联系 作为打点 称其为中国的兄弟 虽然奥兹以微弱优势胜出党内初选 但却在最终的投票中 洗白民主党人费特曼 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统计 在过去的20年 亚裔美国人一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 今年估计有超过1330万人有资格投票 占美国选民的5.5% 不断壮大的群体及亚裔选民维权意识的增加 都将使政客爱打的反华牌逐渐失去跟随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围绕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 在德国媒体和公众之间都引发了剧烈的讨论 而这也显示了中德关系对于德国的重要性 而这次访问的影响带德国还在继续发酵 我们来看记者从柏林带回的分析 剧烈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已经过去一周的时间了 但关于这次访问的讨论在德国还未平息 政界和企业界纷纷做出回应 在当地时间本周四 德国八位跨国企业的CEO发布联合署名文章 对中德关系进行了评论 舒尔茨此次访华顶着不小的压力 尤其是来自政界 比如与舒尔茨所在党派联合执政的绿党 但商界对舒尔茨访华则是高度支持 因此这篇署名文章也是在阐述德国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德国商界认为中国增长的势头会继续 而借助中国的发展来刺激欧洲的增长 符合德国的利益 在文章中也提到了 德国与中国价值观的差异 以及这可能带来的挑战 因此德国商界也表态要分散风险 德国专家分析说 这也是德国目前对华政策制定的难点 如何维持价值观导向和利益导向之间的政策平衡 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党派之间达成共识 德国专家分析 凤凤文章是德国专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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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凤文章是孙谦 德国柏林报道 1918年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首脑签署停战协定 从而结束了四年的战争 今年的11月11日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104周年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 法国各地 尤其是受到战争直接影响的 法国北部和东部地区 举办众多的纪念活动 展览以及讲座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巴黎出席纪念活动 他首先来到位于 香榭利舍大街的 乔治·克莱蒙苏雕像脚下 献上花圈 随后在凯旋门下的 无名战士目前竞献花圈 缅怀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 马克龙当日还出席 巴黎和平论坛 就俄乌战争为世界和平 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发表观点 法国极右翼党派领导人乐旁 11日来到法国北部的加莱海峡省 出席一战停战日纪念活动 富翁卫视 李萌威 法国巴黎报道 再来关注到台湾岛内暴力诈骗集团 囚禁受害人的案件还在持续传出 警方在在桃园 高雄等地 倒破了多个窝点 逮捕多名嫌犯 救出多名受害人 还在台中破获了一个用豪宅 作为掩护的洗钱窝点 台湾警方在桃园一处民宅内 再破获一个诈骗据点 救出三人 集团主犯也当场被捕 金竹等另外17名团伙成员 也先后落网 据报落入求职陷阱的受害人 以为卖出自己的银行账户 便可得20万台币报酬 结果惨遭囚禁 而诈骗集团借人头账户 先后诈骗至少19人 涉案金额达8000万台币 高雄警方也倒破另一处诈骗基地 案犯把民宅装成庙宇 作为掩护 专门招募业民众 卖个人账户行骗 台南警方并分两路 分别截获一名诈骗集团主贤 同时倒破集团机房 逮获另一名主贤 警方还意外发现 由于两名被害人此前成功逃脱 主贤竟怒而囚禁了 负责看管的同伙 而在台中 特警小组从一栋豪宅大楼的15楼 高空垂降 有阳台破窗 攻进一处诈骗集团洗钱据点 警员当场逮捕 包括主贤在那的8人 查获2300多万台币现金 和各市名表 集团两月前租下这间豪宅 作为洗钱基地 为躲避侦查 每天都有固定人员 外出买必需品 但还是被警方根据线报锁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